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作有压力 跟家人相处不了 又有戀愛問題 生活上有那麼多問題 圣经是否真的可以帮到我呢 圣经实践攻略 由七位牧者中功不得过题 和你用圣经找出生活必胜记 近年调查显示 不少长期病、慢性病有年轻化趋势 而病人心结未能解开 随时搬随着抑郁等的症状 专攻疾病课题的蔡锦涛博士 有先天性心脏病 太太也曾经患上癌症 面对疾病带来的恐惧、攻击 他就用圣经逐一结破 圣经很特别的 他里面去描述 基徒在世间生活里面 是会有困难和苦楚 其他的宗教典籍 往往都会告诉我们 世间有苦难的 不过信奉他们的宗教 这个苦难就会离开 但基徒却是去相信本圣经 这本圣经却是告诉我们 在世界里面生活 是有困难和苦楚 耶稣特别 你和他的门徒也说 当你去相信我 跟随我的时候 你在世间生活 你是免不了有各样的困境 去面对住的 其实病患都是同样 我们要面对一个困难 非基徒和基徒没有分别的 都是同样要面对相同的困扰 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信的缘故 而因着这样的因素 我们没有了病患各种的困难 相对而言 我们是面对各样的不同的困难 所不同者就是在于 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态度 我们背后的力量传源 是有分别的 我想面对病患最困扰的一件事 不是在于我们面对着 而是我们身边 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 在面对着困难 这个境 身边的人所面对的困难 病患 会成为我们 可能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困难 压力都未定 我刚刚出来做传单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家庭 就是 爸爸妈妈有的第一个孩子 但孩子一出生 就有先天性的病患 所以他头一年的时间 在医院是远远比在家里的时间更长的 我差不多当时很多次去探访 在探访的里面都感受到 就是那个家庭面对着 那个孩子 只是几个月大的一个小宝贝 去面对这个困难 心里面那种的软弱 那种的无力感 在里面 那个家庭做太太的 都有问过我 为什么上帝会给他们这么多的压力 在里面 那个丈夫没有说什么话 但我都会仍然感受到 他们所面对的困难 我记得当时 我每一次去的时候 我去安慰不了那个小宝贝 因为他只有几个月大 我能够去安慰的就是他的 爸爸妈妈 有时都会面对着他其他家人在里 我能够去带到的 就只是一个的祈祷在当中 但我心里面的期望就是 上帝的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 去超出我的预期 就是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 到最后 就是那个小朋友 一岁的时候就离开世界了 就是经历了差不多一整年 大部分时间在医院的病童 当我的孩子离开世界之后 我和这一对的父母来到去谈谈 他爸爸其实一直对 整件的事很少出声 但到最后 他就是告诉我 他在孩子 整个面对病患的过程 那一年里面 他深深去体会到 上帝的恩典同在 上帝那种的祝福和保守 我往后对这件事 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反省 在里面上帝那种奇妙的作为 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我在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作为一个的家人 如果面对我们身边的 有所爱的人 那个病患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用什么的态度 用什么的心情来去面对着呢 我规论到有三样的地方 是我们要留意的 第一 要我们凭着一个积极的盼望 来去面对生活里面 或者是病患之中 那个所带来的困扰 这个积极的盼望是很重要的 这个不是代表着 我们要寻找什么方法来去治疗 这个当然要去做的 但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在面对身边的人 去在病患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看法 从一个积极的盼望 就是相信上帝一直与我们同恨 上帝的祝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虽然人生可能有各样的困扰 不过我们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 来去面对着这一切 第二 不要凭着自己 不要凭着自己眼前所见的有限的警方 来判断那个警方究竟是美好 或者是一个令我们沮丧的一种感觉 不要凭着我们单纯眼看到 可能医疗报告出来是这样 或者眼看到病患所带来的那种困扰 于是从我们眼前去判断一切 往往上帝的工作很奇妙 就是在我们见不到的地方里面 他会来到密密来到工作 正如我一直去看 我会感觉到 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家庭 父母面对着孩子的病患那件事情 我心里面都很担心 作为爸爸那个 他一直很少出声的 他心里面那种感觉会是怎么样呢 会不会因此在信仰上面完全错节呢 不过很奇妙的 上帝就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里面 他其实默默地来到工作 就在那些我们见不到的地方里面 上帝有奇妙的作为 所以不要只是让你的眼睛 去看那些你见到的地方 在那些见不到的地方里面 上帝都有恩典 上帝都有奇妙在里面的 第三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叫我们学习以信心 你要仰望上帝 信心的意思就是 即使眼前可能有很多的困扰 但我相信这个上帝一直与我同在 虽然眼前有各样的 让我们感觉到乌云末末末的地方 但我相信这个乌云背后的 仍然是清天的太阳 上帝一直与我们同行 他的照料在我的生命里面 成为我的祝福 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让我们去学习这个功课 尤其是当如果你家人有一些的病患困扰 让我们去有这样的理解 贫信心去仰望上帝 即使眼前有很多的 让我们感觉到是不利的因素 在里面来出现 但让我们仍然贫信心 来要仰望上帝 当我太太面对着长期病患 即是有癌症 在她准备做手术的时候 进入手术室之前 我们扭住手 我们祈祷 他跟上帝说 即使我们不知道 这个手术背后的结果是如何 但我们深信 你与我们同行 就叫我们在这一刻开始 我们就凭信心 你会仰望你 我期望这种的仰望 凭信心仰望上帝 这个的心态 就在这一刻里面 成为你生命那种的祝福 即使你面对任何的困扰 你凭信心 你有仰望上帝 知道他一直与你同行 我相信你在里面 就会经历到 上帝奇妙的祝福在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